范里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4月14日清晨 在圣马尔大之家主持弥撒时强调 我们应该顺从圣神 不要抗拒圣神 当天弥撒的第一篇读经 取自宗图大事录 讲述斐里伯向二体约皮亚女王 甘达科的太监宣讲福音的事迹 在这篇读经中 相遇的主角不是腓里伯 也不是二体约皮亚的太监 而是圣神 是圣神在做这些事 是圣神使教会诞生和成长 教宗说 今天教会给我们提出积极的建议 不要抗拒圣神 却要顺从圣神 这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我们顺从圣神 便使得圣神能有所作为 继续建设教会 教宗表示 腓里伯是宗图中一位 他就像主教们那样忙碌 那一天 他肯定有自己的工作计划 可是圣神叫他放下手边的一切工作 去找二体约皮亚的纵管 而他服从了 继续建设教会